欢迎来到蜜桃福利社 唐妹专注私藏福利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蜜桃成熟史》 是一部香艳无比的限制级电影 片名中那颗成熟的蜜桃 自然是我们的人间水蜜桃李丽真 那个年代的香港女性各有千秋 李丽真的青春嗆皮 在这类电影里完全不显得魅俗 阿珍是个婷婷欲虐的富家女孩 因为家里只有这一个女儿 父母都对她极为宠溺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阿珍的性格大方又随性 整天阿珍的父母找了个大师看风水 母亲说他最近玩牌总是输 说不定大师看过就好了呢 大师和小徒弟在房子里参观时 仆人急急忙忙找到渔室 还让再行早的阿珍快一点 马上就要赶不上飞机了 父母和大师聊天的功夫 阿珍竟光着上身就出来了 小徒弟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他 大师脸上也露出了色蜜蜜的笑容 父亲被女儿吓了一跳 赶紧跑过去把他推进卧室 大师渐亲和女主人说 人都是赤条条的出圣 你女儿年纪这么小就如此有慧根 不知是否有机会私下聊聊佛经 天真的小徒弟当即拆穿 师父你是不是又要探讨阴阳之说 母亲正觉的尴尬之时 父亲已经准备送阿珍离家 这次他要去英国留学 顺便列领口语 为日后移民做准备 男人偷偷给女儿塞了打钱 叮嘱他在外面别光顾着学习 也要痛痛快快玩个够 阿珍刚走出家门母亲又从后面追出来 拿出卷现金让他别告诉爸爸 在外面吃好喝好别亏待自己 和妈妈告别后 阿珍坐进家里的号车去往机场 他没有心思考虑英国的事 满心想的都是男友 可今天男孩工作抽不开身 没办法为他送行 阿珍理解他的苦衷 也没再过多纠结此事 可是到了机场 见闺蜜和男友一一息别 听男孩说自己咱够了就去英国 阿珍倾笑一声当即修改了机票的名字 让男孩和闺蜜一起去英国旅行 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找闺蜜暗示替他给父母寄明信片就好了 这样他也可以去找他着思目想的男友 阿珍本来打算去停车敞开闺蜜的车 没想途中遇到对夫妻 亲子要出国游玩 男人送走他之前保证在这期间自己不浪稿 可是女人前脚刚离开 这个男人就上前跟阿珍搭讪 阿珍本来不想理睬他 一回头发现他妻子拎着行李回来 决定制止这个男人 当即答应了对方的邀约 那日的妻子见他上车赶紧追上来 最终也只能看着丈夫的汽车扬铲而去 到了男人家里 阿珍有意勾引他直接脱了上衣 男人到晚酒眼睛都看直了 顾目这女人看到家时 阿珍才说出真相 对方赶紧把他推进房子 扬装无聊坐在院子里 妻子回来后 丈夫准备好草稿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阿珍直接裸着上身走出来 留这对夫妻自己处理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下阿珍无事可做 准备去男友家给他个惊喜 谁知男友根本没去上班 阿珍去卧室一看 揪出一件女人的睡衣不说 直接发现了衣柜里的狗男女 虽说阿珍是个随性的人 但是再怎么也是真心喜欢男友 心中难免有些冲畅 他独自乘船出海 撕掉前家里男孩的照片 扔进海里 接着他又爬上凤凰山 准备在山顶留宿一夜 阿珍把心底的情绪 记录在录音机里 今天修理了个坏男人 本来很开心 没想到壮街男友出轨 即便如此 阿珍还是觉得睡一觉就好 明天一早 什么事都烟消云散 寂寞的一夜过去 阿珍拎着行李带 独自下身 没想到在山脚踩了一脚牛粪 女孩弹起脚 东蹭蹭西蹭蹭 最后忍不住瞎了起来 失恋的事 好像真的 一下就过去了 回程的路途遥远 正好后面时来辆吉普车 阿珍打算搭个身风车 可是他拦下车后 发现车主两人 色眯眯的盯着自己 于是干脆装成日本人 说起日语 那两个小混伙让他上了车 聊天时 总是说些乌言或语 不仅如此 两人见到美女 色心大气 直接把车开进了山里 阿珍察觉到危险事 已经来不及了 两人抬起她就要动手 甚至撕破了她的衣服 阿珍赶紧讲中文认输 然后趁两人惊诧之际 逃出防狼喷雾 一阵猛喷后 提向他们的要害 两个男人痛得在地上打滚 阿珍跳进吉普车就逃 下山后 他大大方方换衣服 把路边的男人都看呆了 男人的老婆对他破口大骂 阿珍大于不及 他觉得身材好 就是要凶出来 我叫了他们几句 转身就离开 路过警停时 他领机一动 把吉普车直接停在警停门口 两个混合好不容易走下山 刚好看见警察把车拖走 他们赶紧追上去 警察递来一打罚单 让他们好自为之 此时阿珍已经在度假村安顿下来 他百无良赖地坐在阳台 记录银皮日记 今天心情依旧不太明朗 他希望接下来能有好事发生 说着说着 隔壁男女的欢迎声传了过来 阿珍在阳台间放了块木板 悄悄溜过去偷看 见隔壁两人打得火热 更是兴致勃勃地坐到了椅子上 这对男女事后发现阿珍倒也没觉得害羞 饶有兴致地下来打招呼 男主大胡子思想开放 和阿珍聊得尤为投机 几人这一聊也算熟识了 阿珍自然和他们玩在一起 三人一起去海边唱完刀身夜 晚上就地升起篝火 女友在大胡子腿上睡着了 阿珍问起她的爱情观 大胡子当着女友的面也丝毫不隐瞒 她享受爱情带来的快感 也会认真对待路过的每一段感情 说到动情处 大胡子又摸醒女朋友 当着阿珍面和她亲密起来 阿珍从两人身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三人在海边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大胡子带着女友离开了 阿珍独自在沙滩上行逛 看见有个男人头上的帽子可爱无比 于是趁对方下海游泳跑过去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帽子的主人阿强回来时有点诧异 阿珍抬头向他撒娇 对方笑容满面地坐下来 顺势和他聊几天 阿强是个编剧 本来是来海边写剧本 不过他实在没有灵感 就出来放松放松 阿珍看地上摊着一打画作 问他能不能给自己画个画像 男人欣然答应了下来 画出来的阿珍显实又可爱 可是他马上就要回去了 阿珍本来想就此告别 但是他想了想追了上去 借口说帮他想剧本 看男人犹豫不决 又说自己又不能吃饿他 推着男人一起回了家 阿强在家里杂乱无章 桌子上还放着女人看的姐妹杂志 阿珍调看了他几句 在屋里待了下来 阿强洗澡时 玩累的阿珍直接躺在床垫上睡着了 男人洗完澡走出来 看见他熟识的样子 形生怜惜 轻轻地给他拉上了窗帘 脸人的晚饭就在家里解决 阿强准备了简单又美味的火锅 没想到阿强极爱吃辣椒 男孩在心意的女孩面前 不想丢了面子 逞能说自己爱吃 阿珍去厨房切了盘辣椒 觉得不够又倒进了锅里 这下阿强哪受得了啊 他吃得满头大汗 面后吃也不肯认出 等阿珍吃够了 起身去洗澡 男孩赶紧灌冰气水才缓过来 洗澡时 阿珍看到男孩滑稽的内裤 没忍住大笑出声 阿强以为他怎么了 跑过来却看到 他只穿着内衣 瞬间害羞 女孩让他给自己拿件衬衫 这次阿强没闯进来 只是伸出胳膊 把衣服滴了个来 阿珍洗完澡时 男人正在床上看电视 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紧紧的 黏在阿珍身上 为了转移注意力 他建议玩玩 真心话大冒险 阿珍来者不拒 两个人游戏的尺度相当大 气氛逐渐暧昧起来 本来就是年轻男女 相会有好感的人就在眼前 当然是要好好探讨探讨 关于蜜桃的秘密 这一夜过去 两人正是确立了恋爱关系 就像每对热帘中的情侣一样 和对方在一起的日子 是那么的开心 两个人的性格是那么的合拍 阿珍在路边露出大腿蓝车 对方没有停车 阿强便学起他的样子露出肩膀 没想到卸了个男人 两个人落花而逃 在集市上买东西时 阿珍把阿强留下来挑水果 自己去隔壁看墨镜 老板哥看他戴起来好看 不仅把墨镜白白送给他 还多送了条短圈 离开始老板还约阿珍 晚上在KTV见面 阿强先生诉议 回家时不禁问起女友 会不会和第一次见面的男人睡觉 阿珍刻意告诉他 如果对方能带来快乐的话 试一试有何凡呢 阿强拿起阿珍的录音机 想听听他每天都在记录什么 没想到听到了大胡子 和女友暧昧的声音 以为阿珍和别人发生了关系 本就不爽了 阿强更是恼火 一气之下向女友发了火 阿珍本不打算去KTV的 为了惩罚阿强 故意带他一起去赴约 阿珍和老板越玩越开心 阿强在旁边正看的烦门 没想到那天两个小混混就来了 他们看到阿珍 又联想起不愉快的经历 准备借机挑拨他和男友的关系 于是趁阿强去洗手间 冷静的时候给他吹风 说阿珍是个三千块就能做的女人 在他耳边好一个冷嘲热讽 阿强回去时 刚好又看到老板骚扰阿珍 他哪能受得了这般屈辱啊 直接回家收拾好阿珍的行李 当晚就把他赶了出去 阿珍没想到男友会信这种鬼话 赌气去找老板过夜 两人在床上亲热起来 阿珍心里本就一直想着阿强 谁料这个老板是个渺男 心情不悦的阿珍不愿再勉强 回家去找阿强 男孩独自喝了一夜的酒 阿珍见他满脸壶茶皮 背不堪 明白他心底也很是伤心 得意的走了进去 阿强问他昨晚是不是和老板在一起 阿珍并没有隐瞒 强烈的思念 让两个有情人情男子耻再次闻在了一起 可是这次阿强没做到最后 他坚持相信阿珍是个放荡的女人 阿珍一怒之下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本以为找到了真正喜欢的男人 想不到这段感情这么快就吹了 录音记录时 阿珍觉得自己真的爱上阿强哦 既然他觉得自己不干净 干脆他就做一次看看 赌气的阿珍在一家豪华酒店住下 换上一条性感的长裙 掩然一个风尘女子 在咖啡厅随便找了个大叔 对方刚好独自来此度假 见美女主动送上门 哪有不收下的道理 在下场阿珍游一诱惑 两人很快往房间走去 大叔美得直接唱起了歌 没想到途中遇到另一个男人 阿珍冲上去向他求救 说身边的大叔独谋不拐 男人照应感爆破 直接就给了大叔一拳 两个人撕打在一起的时候 阿珍不欢不忙地离开了 然而晚休守后 他要离开酒店时 那个大叔竟趁机把他掳进房间 女孩借对方怒气这么大 只好暂时顺从 偏他和自己一起跳舞 期间他把男人抵在墙上 刚好按下了客房服务的按钮 服务员赶过来时 阿珍赶紧找了借口逃了出去 刚离开酒店 他就遇到了大胡子 两人自然地打招呼 大胡子的女友已经和别人跑了 但是他一点都不伤心 可比阿珍潇洒多了 听说了阿珍失恋的事 大胡子劝他及时行乐 既然确定自己喜欢阿强 干脆就别计较其他 直接去找他就好了 阿珍觉得 嗯 他说的有道理 直接赶去了阿强家里 他没想到的是 阿强此事正和新婚 搂在一起 但是看见自己的账片还在那里 阿珍便施然了 他放阿强自己解决那个女人 去和他的朋友聊天 阿强也明白阿珍的心意 送走女人就和他和好了 阿珍终于明白 什么是爱情了 只要两个人是真心喜欢 根本不用管其他事情 只要记住一句话 想做就去做吧 定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开始看片名简介 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香艳轻浮的片子 没想到一个多钟头看完 感觉竟极然不同 倒像是与相约一群熟食朋友 在春天的草地上吃喝 各自讲述情感烦恼与生活点滴 听着妙气横生 酒饱饭足回到家 头脑膨胀 不紧不慢的喝个茶 洗个澡 且一舒适的睡个觉 实在是令人享受 片子拍得四而不隐 李李真的裸露恰到好处 当真是一枚咸甜可口的蜜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看各种风情韵味的小姐姐 记得订阅蜜桃福利社 桃妹和你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